有乳业打假第一人之称的蒋卫索 11月2号在西安遇害 连日来警方加紧侦破此案 昨天下午西安市公安宴塔分局通报 已经将犯罪嫌疑人蒋卫索之妻杨平 其妹夫林凡等6人抓获 还有三名嫌疑人正在抓捕当中 蒋卫索在媒体上报道的这些情况 好像是说是附凶 好像和乳业打假有关系 我们经过案件的侦查以后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家庭矛盾造成的 一个因家庭矛盾引起来的一个伤害 所导致的蒋卫索后来死亡的 根据警方通报 通过对其妻杨平等审讯 杨平对伙同其妹夫林凡等人 故意伤害其夫蒋卫索公认不讳 伙同作案共9人 另外还有3人外逃 法医正在对蒋卫索的死亡原因 进行法医学鉴定 蒋卫索是蒋卫索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0年在陕西首创开办第一家机械化挤奶站 2006年 蒋卫索向官方举报当地奶员参加仪式 由此被媒体冠以乳业打假第一人 目前他的乳品有限公司 已发展到全国300多家加盟店 2000多个羊奶粉专柜 并拥有占地200多亩的羊奶粉加工厂 东方内视记者马波 王征 西安报道